好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公听会 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公听会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电车产业 电载具就是载具需要转型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几个代表 第一个是电车产业的代表 油车产业的代表 还有中华民国加油站商业同业公会的代表 以及全国家长联盟 他们想要发表一些关于技职体系的看法 然后还有中华民国重型机车经营同业公会 他们用物人 就是还有对于这个机车非常了解的人 到底在想些什么 最后还有台湾区车辆工业同业公会 要去发表他们对于就是机车师傅 还有机车从业维产人员的一些看法 然后最后还有我们今天有邀请到我们政府代表 然后然后欢迎我们第一位是电车产业的代表 来为我们发言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电车产业的代表 那就瑞银公布的资料显示说 大概在2030年之前 世界上的电动车的市场率会是47% 那这就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啊 所以政府应该要提前禁售奶油车 然后全力支持电动车的产业 这样子才能在世界的潮流中拔得先机 然后同时也可以把所有补助都灌在电动车产业 不要再去补助油车了 然后油车的那些师傅什么的 你可以来学电车 因为你油车本身自己就有基础 但你学电车话比较快 所以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好 谢谢电车产业代表 好 接下来是油车产业 他刚才有被质问到 我想你应该可以回应一下 来 我是油车产业代表 然后我是品牌商 然后其实我们作为油车代表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认同整个世界 对于电动车的一个趋势 但是很现实的是 我们台湾是一个机车王国 那从60年代我们就已经很强 透过社会力量还有政府力量 整个在发展我们的机身产业 所以从60年代的 我们自治率是30% 到现在95% 所以这个 假如我们要这么快的 就放弃油车 然后进入电动车的话 等于是把一家子 我们整个社会整个经济 投入这个资源 都把它舍弃了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说 可以让这个禁售软油车的 这个政策可以延后 或是甚至最好是可以直接 归回自由市场机制 就是假如 OK 我们很认同 油车 未来可能不是趋势 电车才是趋势 那既然电车是趋势 是趋势的话 那我们也不用透过政策的方式 来去 这么强硬的来去经受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去 透过 回归市场机制 让我们的油车 还是有自己的市场 那由消费者自己来选择 说他们要用油车还是电车 来让我们的整个生态权 这个油车的生态权 可以继续的存活下去 谢谢 第三个我们欢迎就是 跟我们生活非常接近 是加油站 加油站的代表 可以来为我们 发表一下他的意见 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家 但商业同会公会的代表 政府的政策转向为2040年 就是小客车还有机车要全面 进行电气化转型 然后随着电动车就是 近年来逐年的逐段的扩展和补给 其实使用那个 柴油和汽油的人住 其实是逐年的递减 然后部分的交友站 因此就开始面对了 建议一些比如说经营困难 或是转型成本负担 然后乃至于停业危机等等 这样的压力就是逐渐转嫁 到就是其实旗下的员工 他们身上会感觉到一些内部的重复 然后开始有一些反弹出现 然后在面临路不复作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的诉求是希望政府 他可以成立并且 往上一些培训转型基金 相关的一些配套做 然后使我们可以順利的退场 并满足员工的安置的一些倡议 下一个真的事关重要 我们未来的产业必须要人故 就是先下来是全国家长联盟 他想要发表一些关于 技职体系的小孩的未来 该怎么办 大家好 我是全国家长 然后我们是要推动 教育改革 然后目前政府都大力推动 电动车还有载具电动化 然后未来一定会很缺这种人才 所以我们认为说 汽车科在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汽车科每年大概有6000个人毕业 然后大概10%的人会就业 但不管怎么说 每年都会有6000个专门研究汽车的人 从高职毕业 但是目前汽车科都还是专注在传统的车辆的教学 目前它是把它归在动力机械群 可是如果未来要学 要往电动车的方向发展的话 它是比较偏向电力电子群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政府可以帮忙加速产学合作 然后重新编改特刚跟教材 量新的师资 这样才能让所学去真的接轨在现有的商业体系里面 然后也可以让这个人才的控权去填补 谢谢 好 接下来是欢迎就是重机的代表 全国重型机车经营同业工会 大家好 我们是社堂法人中华民国盖型重机 经营同业全国促进会 那目前2050经营政策 将于2040年禁止油汽车还有机车的贩售 那我们同处会呢成立于106年 那我们主要是促进同业出口商 共同有权益还有福祉 那如果未来全面禁止大型油重机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购买的权益 再来电动车的费用比较高 假设如果未来要跑山的话 没有离合器 转位变速 要怎么样维持续航力呢 还有我们使用的是大型车耗电量站 充电站的设置位置是不是不够 请问政府该如何补偿我们 谢谢这是很诚客的跑山的疑问 那最后就是我和我的伙伴 我们是台湾区车辆工业同业工会的伙伴 然后我们其实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全台湾的机车店大概有2万多家 然后如果是修车师傅修那个机车油车的 平常在骑那种大概有10万人左右 所以我们就发现有三个问题 我们有三个口号 第一个是 邮车的味道看没路 少年才也没头路 就是意思就是说 就是年轻人的那个修车师傅该怎么走 我们真的是很苦难 第二个 机车开了 机车开了 都看不到人家再来拍 就是油车都没有要买 那我们的那个销售营业儿真的是非常的忧郁 第三个口号就是 电动机车很害怕 但是修理的东西二二六六 就是说 就是比如说Gogoro啊什么 我们都不会修啦 零件也是都卖的很贵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伙伴也来 我们解释一下说 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这样 就是那个政府他就说要2030到35% 可是现在市占率就只有10% 所以我们不可能 现在油车就直接立马转型 说要就全部改成修电车 往往上不油车 可是我们就遇到说 有一些问题要转型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说 10%到35%的过程中 政府都没有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 就告诉我们说 那我要怎么同时兼顾这两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要技术转型的时候 这个技转 我有看到政府就是有跟我们讲说 你可以有补助 然后去由政府开的 但是政府开的可能都是有品牌商 自己各自一个品牌商 就出他自己家的课程而已 所以我一定要先选一个 才能去上那个 我上完就只能修他家的 这样子就完全没有不通用啊 而且再加上如果我不是成为经销商 他教的也不是很全面 可是如果我成为经销商 我就什么都绑手绑脚 全部都给经销商 就是我就只能他要什么 我就做什么 那我全部绑在他那边 我什么有这也不用做了 这样 然后第三个就是 像如果要修Cogoro的车好了 那我就是零件设备 这些电池我的料要怎么来 我如果不是经销商的话 那他是不是已经全部开放了 那如果没有开放 那政府要我就是在这个转型入境 途中要怎么做 这样 好 那最后是我们政府出来 苦主 就是政府单位 同意回答 他是那个 你是国发会的代表 对 他是国发会的代表 国会主委 代表我的中国人 国发会 政府的代表 然后今天来 跟大家做利害关系人的沟通 然后了解产业的需求 我们的利害关系人的需求 那政府对这个电 我们的 因为国际的目标 我们其实很需要利用 进手来加速这个转型 但我们会在这个加速转型的过程中 辅助更多的游车产业去提案 去做技术的转型跟产业的转型的协助 然后针对加油站的部分 我们也很了解加油站的土地利用 其实可能在未来会有很大的变更 但我们希望说 可以给予一些加油站 一些提案短型的机会去做一些辅助 针对教育界的话 我们也会要求电动车产业 在获得补助的同时 要跟教育界做合作 然后做更多的教育培训的工作 重心机车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 其实大家对于运具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比较休闲的需求 那针对这个气候变 因应气候变迁 我们也希望在针对这些需求的时候 可以回应到环境的压力 然后并且能提高一些辅助税 去让重心机车可以继续运作下去 那最后针对黑手的部分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给黑手一些 更多的教育培训的训练 去让他们有一个自由选择 去针对产业的 呼应电动车产业需求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我说顺便一下 我们刚刚提案模拟 就是如果是一个社会共同过程 那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他可能会有怎么样的立场 那其实我们找到资料比这个更多 只是我们刚好就是先参 就是先列出这几位利害可能有的利害关系人 就是这样 谢谢 好谢谢第二组 下一组